我叫余德成 今年一歲 我曾經是一個運動員 眼前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用最短的時間到達終點 自己的感覺 身邊人的感受 沿途的風景 世界大事 今日不得了 明天才算 原來不一定有明天 因為再次睜大眼 我的世界不再一樣 我失去了很多機會 人生變得很迷惘 然後我聽到一句說話 It's not about where you end but how you begin 那我自己又如何重新開始呢 這一年 我改變了很多 我用多了時間和家人 我捉緊每個機會 試一下以前不敢試的事 我對社會多了承擔 關心世界和有需要的人 最重要的是 我學會再去欣賞 和慶祝每一個新開始 無論世界怎麼變 我相信都一定會有慶祝的一刻 他經過 你是否自身 人生會 最終都會讓你 第四位 正況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